新北市官呂局持续推动微笑山线 要鼓励亲子一起走进山林 而今年首度推出了沙龙讲座跟亲子建行团 把步道导览结合在地产业 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能来认识人文历史 爸爸我们昨天有查资料 走过吊桥就到登山口了 真的啊好那我们走吧 全家人一起走进山林 随时可以拿起相机拍下美丽的画面 创造独一无二的回忆 新北市官呂局推出微笑山线 持续鼓励亲子亲近大自然与人文历史 这些据影的开动点都离我们的山非常近 现场就邀请实际走过微笑山线的亲子 分享登山的心得 我爬了狮子头山 鱼山还有青龙岭 青龙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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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去过耶 那你要不要跟副市长讲一下青龙岭是什么 不过你最喜欢的狮头山是什么 上面有很多花然后形状很特别 今年首度把微笑山线以沙龙讲座呈现 也举办亲子践行团将步道导览与在地产业做连结 我们有一些沙龙的活动 然后来介绍我们这些微笑山线 尤其我们今天有请到这个蓝白托 以及我们的这些罗一军等等著名的作家 青子沙龙将在4月16号及5月1号登场 青子践行团的活动则分成山林美学 步道文史还有自然生态三大主题 几日起开放报名 微笑山线 我们相约山上见